我是怪怪没想到卷尺除了用来测量尺寸外 还有那么多隐藏小妙招 先先点亮旁边的小红星 以防一会儿找不到哦 这样的卷尺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特别是装修师傅、电工师傅等等 都是人手一个的 用来测各种尺寸 平常家里也会备有 定制家具需要测量尺寸 或者量身高也用得上 使用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拉出来 测量就完事啦 这卷尺还隐藏着非常多合理使用的地方哦 卷尺头是一个小刮钩的铁片 铁片还可以来回移动 没有固定住 这样一来测量物体的内外侧 都可以自如的伸缩 尺寸就更加的精准 刮钩的中间还有一个小孔 再测量不好固定的物体 或是要测量钉子到钉子之间的尺寸 这个小孔就可以把钉子的一半给固定住 测量的过程中呢比较方便 而且这个卷尺也不易被弹回 再来看这个黑色可滑动的开关 推出去呢能够固定卷尺 不会回弹 能够方便我们空出手来做记号 或者拉水平哦 卷尺盒上写的3M 就是总长度3米的意思 背部这里还写着64毫米 这就是整个卷尺盒的长度 作用是为了辅助测量更精准 需要测量墙面的长度带有拐角的地方 把卷尺折起来就比较麻烦 尺度也不精准 就可以把卷尺盒给放平 贴紧拐角处或者是墙面 再拉出卷尺来测这个数值 加上卷尺盒上面的64毫米 就是精准的长度了 方便又使用哦 背部的这个夹子 可以夹在裤腰带腰包上面 这样的话不易脱落 方便使用 还有一个用处很多人不知道 准备一个长尾夹 还有一根记号笔 长尾夹夹住记号笔 调整一下长度 直接夹在卷尺的夹片里面 这样一边拉线 一边画记号 特别的方便 一个人车尺寸 再也不用手忙加乱拉 这几个卷尺的隐藏功能 真的太实用了 学会的呀 赶紧分享出去 帮助到更多不知道的人吧 也请多多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